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人们大家好 我还是那个熊猫不是那个国宝 最近这个评论下面老师有人质疑我的实力 保护师们肯定是知道我真实段位的 但是新粉丝们不知意到啊 所以吧我还是决定暂时离开钻石组吧 去新奥玩一段时间 这是装衣的晋级赛啊 虽然不远但是也有可能翻车的 毕竟是钻石局嘛 真的比大部分高端的王子局更难打 本来吧为了稳妥起见 我想拿个诸葛老师的 可惜被对面抢了 那咱们只好选一个旅步 压压惊了 前级由于对面辅助去慢慢打野了 所以咱们对阵的只有一个敌人杰 不着急 一级对面咱们没有任何的优势呢 暂时失落先吃波兵到二级 小子我只是以退为进 你还真难我是怕你啊 兄弟们看好了 二级里步打二级的敌人杰 几乎也没有什么胜算 但是请你们注意兵线 继续好时间在我即将割屁之际 一个三分跪元气息到即使敢来的 一兵护断 说掌杀敌人杰 注意到没有 这每一步啊都是细节啊 所谓的高端局看的是一时而不是到位 哦由于我强异的时候 敌方强势派出了三个人来争斗我 这时候啊咱们就可以换一个战术 因为这时候咱们就一个人啊 肯定是打不过他们两个或者三个人的 所以换线 咱们来找八戒 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这个换线是一个很丢人的事情 这是一种战术 一位一打八戒 那咱们是真的可以把它吊在天王板上打 你当我真实是还跟你闹就玩了是吧 我来 哎呦我找八戒 来了一个残血的赵云啊 欲爬好他们都走位 而这时候这个赵云一定想配合八戒的大武 所以咱们把大招往后再挪一点 千斑地点 那是啊 送两个 牵手 赵云秒掉 还剩一个八戒 嘿嘿嘿嘿 别瞧到后盾高啊 怎么吕布达的都许真实残害 好的那是挺快的 不打击一个闪线跟上 祝他西天取经 这里吧 再教大家一点 往上当吕布 千万不要太膨胀 因为这是团队游戏 而你并不是无敌的 所以 该逃跑的时候 后面也不要回 猫狗牛皮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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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猫狗的果斧礼物 7-0干事 而全队比分 17-1 迫使对方心态崩溃直接投降 可能你们很难想象 这是一个壮一晋级新耀的台湾赛 连17-1都能打得出来 对面是有多弱呀 其实吧 不是对面弱 是我们这边战术应用得当 如果一开始我就使手上路的话 可能我早就被打崩了 特别是换线之后 再加上我这次采用的是 稳扎稳打 打不过就跑得稳妥战术 最终使得对面心态崩溃投降 所以说吧 高端局 乍树心态一时 是相当的重要 其实吧 我觉得所谓的高端局吧 看的是一学式操作 不仅仅只是看段位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所以吧 我就有一点很疑惑 在你们心里 到底是什么段位 才能称它下是高端局呢